电子烟行业敲响丧钟,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说实在的,作为一个消费不起电子烟的人民群众 看到这样的消息除了拍手称快三呼万岁外 怕也是没有更多表现振奋的形式了 但当老罗进军电子烟行业并且拉上万西哥做广告的时候 我对他们的崇拜就瞬间湮灭了 无他,只因为电子烟行业真的不是一个朝阳行业或者所谓风口 而是一个站着人血馒头赚黑心钱的风口浪尖 他绝对不比传统卷烟行业高上多少 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禁绝烟草消费 甚至还推波助澜了一把 说到底,电子烟行业的大环境并不是被谁破坏的 而是从根上就是坏的 至少他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未成年人 让未成年人消费电子烟变得更难 但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电子烟行业还是卷烟行业的繁荣 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传统卷烟行业为我们带来近百分之十税收收入的同时 还在真真切切危害着三亿多烟民的身心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